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要为了重现心中的优质马芬 从德国带回制作技术 加入台湾在地的水果 做出迷人的甜素蛋糕 在家也能够端出五星级的料理 酸甜的小番茄 要怎么烹调才能摆盘好看呢 让廖玉祥师傅告诉您 绿豆芽是生产最简单的一种蔬菜 怎么挑怎么选却是大学问 接下来跟着小黑师傅一起来学习吧 不使用淡奶的马芬蛋糕 吃起来是什么滋味呢 在台北的大安区有一家马芬专卖店 它尝试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 以及湿润绵密的口感 掳获台湾人的味蕾 我小时候觉得烘焙蛮有兴趣的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进入那个日式的糕点店 上班到一阵子之后 我也出国去日本念语言学校 然后在念语言学校的过程中还蛮幸运的 就是刚好就是跟日本当地的师傅 就是拜师学义获益良多 智式糕点精美细致 曾经着迷于细腻风采呈现的张维山 却在德国生活一阵子后 爱上富士无华的德士马芬 马芬在国外其实它是介于 那个蛋糕跟面包之间的那种口感 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个点心 那也是每一个妈妈都有自己的 专门的独家配方的一个马芬的那种食物 那主要是因为有机会在德国生活了 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 那在当地吃到这个德马芬满的时候 就觉得很惊艳 因为一般想象中的马芬就是干干纷纷的 然后那时候在当地吃到的时候就觉得 它怎么可以口感湿润然后绵密 然后又可以吃得到这么多水果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这样子种类这么多的马芬 如果可以带回来台湾那应该蛮好的 一般糕点在制作时会加入淡奶 来增加高体的湿润度与蓬松感 然而张维山以大量新鲜水果代替淡奶 提升马芬的风味与口感 我们的是不加淡奶油牛奶 多部分的那种水分都是来自于水果 所以湿度上面一定比一般市面上 其他的马芬会比较高 富含水果的全植物马芬 相较于市面上含淡奶的马芬 制作上的难度更高 除了要了解食材的特性外 就连体积的大小都需要注意 每一种水果会释放出来的水分就不一样 那包括你要放多少量的水果 不是说你蒙放就好了 因为你蒙放它释放出来的水分就太多 那这样子面糊就会太湿 然后如果你放太少 那可能香气又不够 比如说我一样是20公克 可是我切很小 接触面糊的面积就很多 那它释放出来的水分就不一样 那如果我今天一样是20公克 可是我切大块 那它接触的面积比较少 那它释放的水分就当然也就会不太一样 以多样水果制作而成的马芬 每一口都吃得到自然风味 在张维山的马芬专卖店中 不时还会跟着季节配出新口味 我们每天都提供到六到八款 会尽量想要让它有一点就是搭配 不想要用那么单调 只是一种口味去做搭配而已 譬如说黑巧克力覆盆子 那像覆盆子是酸的 我们会用70%浓度的巧克力去做搭配 让它吃起来有点苦甜 然后有点带微酸那种感觉 会用那么多梅类主要就是想要去带掉它那种 譬如说马芬会带给人家太甜 想要用那个酸度去把甜味解掉 所以我们会选择综合野莓 原因是因为综合野莓有五六种莓果 像红出粒、黑出粒、草莓、黑莓 那些都是比较酸的 希望我们的马芬就是 跟在德国生活的那种感觉很像 就是外表很樸实 可是大家都会对于自己内在的东西去充实 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马芬就是 没有虚滑的外表 可是有丰富的内涵 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不管它是全素 奶素 都可以吃 酸甜又清爽的番茄 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 今天廖玉祥师傅就要教我们 小小的芋女番茄除了鲜吃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吃法呢 那我们今天就准备用番茄来做一个 梅子蜜番茄 首先我们将这个番茄 在地头的边这里 把它画一个十字 每一颗都是一样轻轻地画 画完了之后 水要把它滚起来 加入我们的番茄到这个里面来 把火力给打开 这时候就会热胀冷缩得到 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只要烫20秒左右 看到我们的皮跟肉 已经稍微地分开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整个都把它往上捞 好 捞起的时候 然后我们稍微把它稍微和一下 让它瞬间碰到我们的冰块的时候 它皮又开始整个涨起来了 把我们这里给它特别看一下 这边的皮它已经分开了 所以我们轻轻地把它往外剥 把皮给剥掉 像这样子 把我们整个番茄的皮 全部都把它去除完 这样子完整性OK了 待会我就要进行煮酱汁 要先把我们的这个化莓 然后把它加入到我们的锅子当中 把这个糖也把它加入到这个里面 加入完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稍微的拌炒一下 我们的梅子的周遭跟我们的糖做融合了 好 加热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倒入我们的梅子汁 把它倒入 融到没有颗粒状 也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开始变成一个 琥珀社 准备来加入我们的水 饮用水 等到我们的化莓的琥珀社 全部都溶解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加入梅子醋 加热到微微的滚 这时候我们的酱汁 把它放冷却 番茄 泡到这一个里面 静置30分钟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来摆盘了 摆盘的时候我们准备一个杯子 沾上我们的柠檬汁 沾完了之后 我们再将我们这个是准备的梅子粉 往下给它稍微压一下 让它的杯口沾有梅子粉 像这样子稍微沾一下 沾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泡制完的梅子跟番茄 放到我们的杯子里面 还是要放一下我们一颗美味的梅子 淋上我们的酱汁 这时候我们在家里的宴客 或者在蔬果的品尝上面 就提升它整个价值了 我们整杯梅子 番茄就完成了 低调的绿豆芽它的热量低 但是维生素C含量高 是非常好的蔬菜 近年来有不肖的业者 用违法的漂白剂泡制绿豆芽 所以怎么挑选绿豆芽 这个学问就变得很重要了 赶快一起来学学 怎样聪明地挑好的豆芽菜 我们今天有请我们的专家 就是我们的小黑师傅 美君 你好 你好 师傅好 这两盘豆芽菜 就是有漂白跟没有漂白的差别吗 没有 我们今天带来的豆芽菜 都是没有漂白的 对 安心安心 对 绿豆芽这个是把它去头尾之后 就会变成这一盘 那这一盘就是变营养 去掉头尾的绿豆芽就变成营养了 对 所以它一斤大概40块钱的绿豆芽 变了生之后就可以一斤到50到60左右 做一个料理的话 它如果是比较高档一点的话 因为它就不会有这些的根部跟头部 至于保持的方式 如果没有漂白的这些绿豆芽 接触到空气之后 它会变黄色的 就好像苹果一样 它会氧化掉 原理上我们买回来的绿豆芽 你把它洗干净之后 可以把它泡在水里面 那泡水的话 你如果隔天还没有记得来用的话 记得要每天都要换水 通常很雪白的绿豆芽 几乎都是会有问题的 但是实际上没有添加剂的话 它就会比较稠 但稠没关系 稠没关系 对 是 对 所以你要下一次绿豆芽 你要吃丑的还是漂亮的 丑的 丑的 所以丑的 绿豆芽它就比较安心一点 那另外一个 你在选购绿豆芽的话 你可以嗚嗚看 如果有漂白剂 或是有些加一些味道 多多少少都会 还是会有一些药水味 那不过绿豆芽 它每天几乎都买得到的 所以不用买到 买回来库存 对 就是便宜又好吃又新鲜的蔬菜 对对对 师傅的手一边在夹 一边不停地在剥这个 对对对 瞬间就帮这个绿豆芽增值了 对 没错 谢谢我们小黑师傅 帮我们重点整理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学会了呢 挑这个绿豆芽 有点核色 其实是不影响它的这个营养价值 是 反而比较天然哦 好 那今天谢谢我们小黑师傅 谢谢美军 拜拜 下次见 脆脆豆芽菜好吃热量低 问了病年漂白的疑虑 选择放心的卖家 或是自己种植都是好方法 另外 正常情况下的芽菜 是会有自然泛黄的颜色哦 没有动物性食材的纯植物糕点 而掳获了非常多人的芳心 让饮食再也没有界限 让这个世界多了一模不一样的色彩 苏果生活制告诉您苏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